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我们着重来说一下的目前国内讨论的比较火热的 这个昨天尘埃落定的是膜拜单车正式被美团所收购 我们知道在现在国内讨论比较火热的一个话题就是一些过去几年知名的 不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科技型企业 通常在他们创业几年经过多轮的厮杀之后 最终还是逃不过被收购的命运 比如说这个膜拜单车 比如说咱们还知道了国内的订餐网 这个饿了吗 比如说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个简单的 就是国内的很多的新兴企业 它的创新或者说它的发展模式 是跟很多时候西方的那些企业有所不同 也许咱们听众朋友很多是生活在国外的华人朋友 也许不知道 在中国过去几年是诞生了无数家的网络科技 以及这些金融创新公司 那么在经过多轮的厮杀之后 每个行业都剩下了那么几家的胜者 但是准确的说 他们只是在市场占有率上算是胜者 但是绝大部分的这些胜者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盈利 还是在亏钱 比如说之前我们知道 国内的网络团购大战中 这个最多的时候 全国有超过1500多个网站 团购网站 几乎每天都有20家上线 但是每周都有一百家倒闭 那么在经过多轮的厮杀之后 现在的团购网站已经缩水到 主要网站只有这么三四家 那么大部分企业的运作模式呢 特别是这些互联网企业 从一开始 他们就没有准备 在中期到近期能够赚钱 我们知道目前国内最不缺的就是资金 经过了多轮的这个量化宽松之后 人民币的热钱在国内是 投到处都是 都是没地方投钱 房地产不让买了 股市又上不去 换成美元又不让换 那你说怎么办 只有寻找呢 这些美其名曰的 就叫做什么独角兽啊 网络新贵啊 或者说是新兴创新公司等等的 你只要有一份好的商业计划书 或者是一份好的复制来的商业计划书 都可以拉到大量的资金 那之后呢 这些企业每隔三到六个月 就融资一次 不断的烧钱 以亏钱低价占领市场 那么这个其实做法呢 在其他的这个成熟经济体呢 是不行的 那么当时我们记得呢 像这个美团和其他的团队网站 大打价格战的时候 每一单啊 这个餐馆的优惠券的订单呢 每一单有的时候要亏几十块钱人民币 那么一天光是一个餐厅 就有可能卖出去是一千张 以全国来说的话 主要城市 那么它一单在一个餐厅亏损 就是几万十几万人民币 那如果同时有几十个产品在线 每天的亏损可能就是上百万人民币 那么以这样的亏损量来说 有几家能够承受得住 毫无疑问的是呢 这个背后谁的资金大 谁就能撑得住 我记得当时啊 在我有一个互联网的这个展会上 当时的美团还在跟其他竞争这种厮杀 他在公开演讲中 直接是放出了他们公司的银行账户 说到 我们现在还有六千五百万美元的现金储备 我们足够可以跟在场的所有人拼杀到底 所以呢 其实像这些美团的胜利者一样 很多时候他们的这个竞争不是靠着产品竞争力 也不是靠着服务 很多时候就是靠着谁背后的钱多 能够烧得起 能够亏得起 就能够占领市场 换句话说 他们用以占领市场的产品 并不是靠产品力和核心竞争力取胜 而是靠价格 就是靠核心的这个价格 那么其实呢 这也是有很多不理性的消费者所宠坏的 如果作为成熟市场来说 咱们知道呢 价格虽然是衡量产品竞争力的一方面 但它绝对不是全部 那么如果我们挑选一个产品 肯定是以质量 第一 服务 第二 价格 第三 但是呢 这个国情不同 情况不一样 现在呢 在经过多轮私杀之后 像例如摩拜单车 饿了吗 或者说是美团 这些已经成为其行业的领导者 但是很可惜的是 至今为止 这些领导者还是没能赚钱 没能赚钱 那么如今 摩拜单车最终也是被美团所收购 收购的价格 并没有实现过去的这个每个月每六个月或半年呢翻一倍两倍这样的概率 最终收购了的大概好像是这个我忘了多少钱是十亿美金的现金还是几十亿美金加上股票 总之一轮最初期的投资者也许能够赚钱 但是后续的那些第三轮以后的投资者在现在被收购的价格对他们来说绝对是亏表人买败 我个人认为这种商业模式并不是一个值得推广 或者说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 毕竟以烧钱占领市场 这种做法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合理进展 但是目前情况是什么的情况 没有办法改变 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我们应该更加理性的看待这些 这个以烧钱为竞争的企业 那么这个图呢其实是阿里和腾讯 我们知道呢现在绝大部分的互联网企业 这个科技型企业最终是站立到 这个不论是阿里或者是腾讯 两边下属一边 比如说像我们知道的京东 最终现在呢阿里是成为了这个腾讯旗下 那么苏宁呢则投奔了阿里 所以双方各自有各自的阵营 包括像饿了妈去了阿里 像摩拜现在去了美团 美团又是属于腾讯 所以在中国目前就形成了两大阵营 分别是腾讯阵营和阿里阵营 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 现在呢这个这两个阵营 谁是强者谁是胜者谁也不知道 可能只能说这个只能再过几年 由历史来见证 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说的热门话题 今天晚上呢在北京这个 澳洲时间6点30分 中国时间下午3点30分 英国会发布他们的服务业PMN数据 再到了晚上10点30分呢 是家园加拿大那边会发布他们的 进出口贸易数据 所以今晚上呢这个英镑和家园会比较活动 大家呢需要引起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联名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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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